四川小山村惊献凶猛野狼,整天在山林里游荡嚎叫,不吃家畜也不攻击村民,还帮人赶走野猪,一年后四狼非狼的稀有物种突然降临震惊众人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野狼频繁出没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? 这件怪事发生在2009年的四川,那天侯朝鸣像往常一样,早早就上山到地里干货。 原本正是下地的好时候,可以像热热闹闹的山头,却空无一人。 最近村里不太平,已经有好几个村民遇上过野猪了,据说那头野猪异常凶猛,肆意祸害地里的庄稼不说,更可怕是见人就壮。 眼看天气晴朗难得的好时候,搭着胆子下地干活的侯朝鸣,一路上小心翼翼,在地里干活也时刻警惕,生怕一个不注意就会被野猪袭击。 可怕什么来什么,野猪是没有却出现,却遇上了一个更加恐怖的猛兽。 当时侯朝鸣顶着大日头干活干得正起劲,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怪异的嚎叫。 侯朝鸣心里一紧觉得不对劲,赶紧收拾东西就要往山下走,可没走几步就觉得后背发凉。 身后的草丛里的庞然大物,好像越来越近,侯朝鸣不敢再跑,一扭头瞬间头皮发麻,全身直冒冷汗。 草丛里一只体型健壮的大野狼正死死盯着他,侯朝鸣知道跑不过不敢再轻举妄动。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靠山吃饭的庄稼人,侯朝鸣心里明白,如果自己背下的慌慌张张转头逃跑,一定会被野狼扑到咬死,只能强装镇定。 他一动不动悄悄握紧手里的锄头,决心要跟恶狼拼一把。 就这样一人一狼一动不动对峙了好一会儿,谁曾想侯朝鸣的保命绝招,竟然真的管用。 两方僵持不下,野狼仰天长笑一声后,转头跑进了树林。 终于逃过一劫的侯朝鸣,头也不回拔腿就逃,一溜烟跑下了山,原来走几步就要歇三斜的山路。 在巨大恐惧下,竟然一口气跑到了村口,进村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侯朝鸣越想越后怕。 终于脱离危险,腿一软直接坐在了地上,喘着粗气赶紧通知村里人,山上有野狼。 原本就被野猪下的不敢下地的村民慌了神。 都围了上来,一听侯朝鸣的遭遇,更下的关紧门窗,一连半个月都没人敢上山。 野狼咬不咬人不知道,但地里的火可不等人,一直躲着不是办法。 慢慢的村民们发现,山上的那只野狼只是到处闲逛,时不时嚎叫两声,每次见人就跑没啥威胁。 而且自从这只野狼出没,原先作威作福的那头野猪都消失不见了。 见野狼这么懂事,大家松了一口气。 照常下地干活,第一次和野狼对上被吓傻了的侯朝鸣,每天待在家里不敢出门,一想到地里的火就急得直上火,听了街坊邻居的安慰,这才慢慢放宽心。 可他下地没几次,居然又遇上了怪事。 好心救狗,差点闯下大祸。 四川村民捡到落单狗仔,像狼像狗还会嚎叫,为何越养越,害怕。 眼看太阳快落山,干了一天活的侯朝鸣,正要下山回家。 路过一片茂密的草丛时,突然听见旁边传来一阵细小的乌业声。 他大着胆子过去扒开一看,居然是一窝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狗仔。 被扔在草丛里的小崽子,饿得嗷嗷直叫不说还动得一直打着哆嗦,看着十分可怜。 侯朝鸣想都没想,就都捡到矿里带回了家。 回家后,把几个崽子放在狗窝里细心照顾。 可随着小狗仔日渐长大,侯朝鸣越来看越眼熟,和家养的小土狗一比更不对了,几只小崽子长得异常的快。 个头虽小,但体力和耐力都要比家养的小狗好得多,不仅聪明警惕性还很强。 一想到之前山上的那只大野狼,侯朝鸣瞬间愣住,赶紧把小狗抱起来仔细端下。 颜色毛发和尖牙确实有狼的影子,但嘴型脾气又和家养的狗没啥两样,天生和人就十分亲近。 特别听话不说稍微长大一点,就知道看家护院。 更关键的自己的小闺女,对几只小狗爱不是手,每天一放学就追着不放。 可侯朝鸣要是看错了还好,万一猜对那可就遭殃了。 一旦母狼听到消息下山,不只是侯朝鸣家整个村子可能都会被牵连。 拿不定主意的侯朝鸣隔天一大早,赶紧把村里经验丰富的老人请了过来, 本来是想弄清楚这到底是狼是狗,没想到更加糊涂了。 道场的老人围着小狗仔们仔细打量后,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, 有人觉得侯朝鸣小题大做,这就是些土狗。 可有人一看两边的尖牙就大喊不对,直言这些小崽子虽然嘴短些, 但两边凸出来的牙齿和野狼一模一样,眼睛毛发也看着不对。 眼看说不清楚侯朝鸣级的直挠头,虽然自己也舍不得,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,为了家人的安全着想。 第二天侯朝鸣就狠了狠心,不顾哭闹的女儿, 找了个矿,把几只小狗仔又送回了山上。 突然被放归的小崽子不会饿死吧? 不忍心的侯朝鸣每天都要上山投喂, 顺便观察附近有没有野狼来过的, 本来是想着小崽子们能被母狼找到回归自然, 没想到大半个月过去没有一点消息。 逐渐长大的幼崽每次见主人过来都乖巧地围着身边, 后来干脆跟着侯朝鸣再次下了山。 看着小狗仔们围着女儿玩耍的场景, 舍不得又搞不清的侯朝鸣犯了难, 最后决定求助专家弄个明白, 不要再不清不楚地担惊受怕, 于是在村里人的见一下。 侯朝鸣拨通了当地林业局的电话, 挂断电话后,专家很快赶到了现场, 大家本以为这下终于能真相大白了, 可专家的一番诊断却让所有人傻了眼。 四川村民捡到奇怪狗仔, 像狼像狗还能看门, 竟是稀罕物种。 为了彻底弄清几只小崽子的身份, 解开自己的心病, 侯朝鸣选择找专家揭秘。 可林业局的工作人员, 一见三只活泼好动的小家伙也蒙了, 这一看就不是本地的品种, 看着眼前长相怪异, 有点似不像的幼崽, 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下结论。 临走时, 对三只幼崽分别拍了照片, 并且对每一只的血液和毛发进行了采样, 表示会寄到北京的专业检测机构。 检测期间, 小家伙们还是暂时寄养在侯朝鸣家里。 在一家人的悉心照顾和精心未养下, 几只幼崽长得油光水滑十分亮眼, 从没睁眼到活蹦乱跳长得飞快, 不仅聪明, 而且十分通人性。 每天组团跟着侯朝鸣上山下地, 主人干活的时候, 他们就四处撒欢, 一到傍晚该回家了, 侯朝鸣一喊就立马围过来, 乖乖地跟着主人回家, 到家后就成了小姑娘的玩伴。 十分乖巧, 不说一听指令立马就有反应, 别看个头不大天一黑几个小家伙, 自动守在门口, 把大门看得死死的。 有了三胞胎的加入家里十分热闹, 侯朝鸣每天高兴之余也十分忐忑, 生怕检查结果不如人意。 时隔一个月终于有了消息, 检测机构的报告显示, 几只幼崽的眼睛明显都是褐色, 这和野狼截然相反, 而且他们的嘴虽然是比一般的狗要长, 但是整体上又宽又短, 和野狼常见的脸型完全不一样。 通过血液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发现, 三只幼崽居然是狼和狗杂交生下的狼狗, 只不过是母狗的产物, 因此不管是长相还是性格都要更趋向于家犬。 带有野狼的基因, 所以会更加的灵敏机智, 耐力战斗力都要比一般的狗好得多。 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的侯朝鸣, 十分庆幸当初的选择, 随手就下的居然是一窝宝贝, 想到之前一直在山里游荡的那只野狼, 侯朝鸣怀疑这或许就是那只野狼的后代。 其实动物杂交的事并不稀罕, 家畜里有马和驴杂交生下的骡子, 猛兽中有狮子和老虎杂交生下的狮虎兽, 这些杂交的产物耐力更高, 生命力更加顽强, 也会异常凶猛。 狼和狗杂交的事虽然不常见, 但利用好的话也可以造福社会。 东北就有一位警犬基地的训犬专家, 为了改变警犬不断训化后慢慢退化的战斗力, 和野狼接种改良基因, 把野狼异常出色的机敏和听觉等优良基因终合到警犬身上。 费尽心思, 终于把眉睁眼的小狼仔培养长大, 和基地的警犬结合成功生下后代, 果不其然结合之后的狼狗在训犬员的训练下, 嗅觉听觉战斗力都直线飙升还十分听话。 成功改良基因后, 这些无声的战士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能更加出色地完成任务。 对四川村民捡到狼狗的事, 你怎么看呢?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